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的叫做臭氧 这些内容我们在国山的地球科学会讲的比较多 这边都是简单的带一下 它有颜色淡蓝色还有点味道 所以它叫臭氧它是有味道的还有毒性 它会伤害你的呼吸道 所以它在你的四周围它是个坏东西 它会伤害你 而且它是空气污染物质 如果空气很脏被光照会产生光效化学反应会生成臭氧 所以臭氧多就代表什么意思 这里的空气脏 所以它在你的四周它是个坏东西 但它有个功用它可以吸收紫外线 紫外线可以杀菌消毒 也就是可以把你宰掉的意思 就是它对生命有害 所以它就可以保护 所以它会在天上是个好东西 因为它帮助在天上帮我们吸收了紫外线 紫外线 那这个天就这里 平流程 什么叫平流程 我们国山地科在教 这里有一个范围 大部分的书都写二三十公里 少数的书会写的不一样 那么这里的臭氧含量多叫臭氧层 臭氧在这里是好东西 它帮我吸收紫外线 保护地表的生物可以生存下来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伟大的人类 制造了一个活氯碳化合物 有人写活氯碳化物 意思一样 它会破坏臭氧的形成 国中课本没有教臭氧怎么形成 也没有教臭氧怎么被破坏 只告诉你说这玩意儿会产生氯 这个氯会阻断臭氧的形成 使臭氧变得稀薄 我们就称为臭氧洞 那你有了臭氧洞 就会使得到达地面的紫外线会增加 然后就会对生命造成危害 你这边就这样子看过去就可以了 比较多的内容 我们在国山的地球科学课在上 在上 不许看我就好了 另外一个就叫做水气 水气 水气 自然界唯一不需要靠人 不需要靠人 自然界就有固态 意态跟气态 有三项存在的东东 然后还有水循环 水循环呢 生物交过 地理交过 国山的地科会再交一遍 水循环是啥吗 什么时候还有人 凝结 然后再来一个叫做 降水 蒸汤凝结降水 因为水会循环 蒸汤会凝结 会降水 所以就产生了天气现象 撒教天气现象 国山地科交 然后都天气现象 几乎都发生在对流程 啥叫对流程 国山地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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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的黄色字写的就是国山地科 一般老师喜欢考的问题 请问你 天气现象发生在哪一层 答对流程 OK 这就是重点看看 欣赏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考古的重点叫做 这个比热大 我们后面会教比热 气化热高 我们后面会教什么叫气化热 反正后面会告诉你 反正是有一些性质 所以透过水循环可以调节能量 它蒸发的时候就吸好多的热 它凝结的时候就放好多的热 所以就借此调节的能量 然后学策考过这句话 你最后面写的这句 大气剧烈运动的重要能量来源 好 我们会教台风 我会告诉你台风的行程 需要大量的水 为什么 因为水气凝结会放出大量的热 因为水气凝结所放的热 是大气剧烈变化的重要能量来源 这一题是学策计策考过的 考过的 你这样猜一下 讲过了 刚才的臭氧跟现在的水气 我们都在国山的地科 再跟各位讲比较多一点的内容 这就简单带一下 OK 吧 OK 有人有问题咯 没有 请学客人练习